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刘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刘 好,我们这一集呢,是一个特别的主题哦 那主要就是要分享付费订阅的生产力工具 那这个起源是这样子哦,就是两年前呢 哎,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哦,这个科技新知Podcast 叫新建广播,那新建广播那时候主持人Titan 他来找我说要聊一聊我那个买东西 就是当时买了哪些东西,所以录了一个特辑 那后来呢,因为有一个朋友就是跟我讲说 哎,这样子都听不到我讲这个采购的特辑 因为新建广播后来就没有在做了 因为Titan不想做了,所以就少了这个内容了 那那一天呢,刚好Titan,Titan以前是这个 我们旗下另外一家媒体哦,Inside的编辑 之前曾经是Inside编辑 所以之前我们在做老员工活动的时候 他也有来,会来参加 那那时候呢,我就一时兴起了 跟他讲说,哎,还是你来客座 我们马刘陪你喝一杯来录一下这一集 这样子,类似的概念这样子 他当然也非常大方说,好啊,那我们就来录一下 今年,今年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关于订阅制的生产力工具 我们上一次其实在新建广播那一集的时候 也有聊到,但是聊的内容稍微少一点点 所以这一集主要就是认真的来聊 这付费订阅 不一定订阅,还是付费的这个生产力工具 软体的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客座主持人 Titan Titan 嗨,大家好 欢迎收听马利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今天的客座主持人Titan 那我现在在AlphaCamp 担任主编跟产品经理 那今天很高兴哦 受邀到马利欧陪你喝一杯 之前都是当听众 我记得其实也能说当观众应该也可以吧 为什么 你是现场看过我 以前 你们以前办过那个Podcast Club的活动 第一场不就是你自己讲吗 对对对 对对 那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在那个 Bowen Bowen 每一次都在Bowen啊 之后每一次都在Bowen 没有没有 有一次后来改到一个饭店里面 然后还有一次去 还有一次在你们办公室啊 我那一次是讲者 对对对 还有一次是去 因为疫情啊 还有一次是去国家戏剧 还有国家音乐店 我忘记了 其中一次 对对对 那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是起因就是因为 之前我们都会 我在 我在主持新疆广播的时候 都会邀请马利欧 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以前呢 他的绰号很多啦 他有那个群木之友 因为他会买很多群众木之的产品 不管是Kickstarter啊 Indiegogo啊 或是国内的 那后来呢 我们当然也有那个订阅之友 因为之前都有讲到说 到底订阅多少东西 那以前我都 我其实自己有一张Excel表 我知道马利欧可能也有 或者有些人会用App 会用App管理自己的订阅的东西嘛 那那个金额都很可怕 我其实都 写好之后都不太敢去面对 然后直到这一次要录音 又要再去把它翻出来看 就觉得很可怕 好那今天节目呢 我觉得应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吧 我们先来讲一下说 一开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订阅 付钱 愿意付钱 订阅生产力工具 这件事情 然后再把马利欧跟我 我们两个都很推 推荐的这个大概三个 我们各推荐三个生产力工具 给我们的听众 那再来告诉 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平常是怎么使用的 那他对我们的工作 因为是生产力工具嘛 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那最后一个呢 当然就是 虽然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订阅制的 但难免有一些遗珠之汉 是拍不上这三个 或者是跟我们讲的订阅没有关 我们就这个拜托 马利欧的 马利欧陪你喝一杯的制作人 说让我们放一两个遗珠之汉上来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可以分成这几个阶段 那一开始呢 当然我要来请教一下马利欧 因为大家如果认识马利欧的 知道说他早 呃不能说早年 他以前在中国科技编辑 对他以前是很资深的科技编辑 那比我入行还要早很多啦 你还记得你自己最早开始付费订阅的 生产力工具是什么吗 我订最早订的应该是 我那时候后来查的时候 我发现Google跟Todoist好像是差不多时间 大概都八年的时间 所以是2015年 对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Google是更早 因为Google我是 Google其实应该这样讲 Google就是Gmail啦 最早的时候就是Gmail 那大家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 呃意识到或是了解到Gmail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是记得很清楚 因为他就是我入行的那一年出来的 就是2004年 2004年的4月1号 那当时因为他在4月1号推出嘛 大家以为那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这样子 就像他说要推出 呃这个 GIGA等级的Gb等级的 的Email 免费Email 那当时因为是网路泡沫化之后 慢慢开始复苏的阶段 很多呃就是那些 入口网站包含了Yahoo啊 这些 其实都已经慢慢把Email 取消免费 或者说把它的容量下降 可能就是一个账号免费 可能就10Mb这种等级这样子 那你要如果要更大话 你就要花钱买 啊所以那时候Google推出Gmail 然后是跟你讲说免费的 Gb等级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是很荒谬 那没想到他就真的这样干了 而且他那时候是 还会慢慢增加 对 就是他这时候 记得 一开始1G嘛 然后后来就慢慢 随着时间过去 他慢慢慢慢一直增加 这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2004年5月开始工作 那因为 呃科技媒体嘛 你刚刚讲Cnet 所以后来 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拿到Gmail账号 所以为什么我的email是 我的完整的名字 因为那时候我是很早开始注册的使用者 就一直用 那的确他会一直增加 所以大概我记得到 我要订阅的时候 免费可能已经到了 七八七八G吧 就其实算蛮多的 如果你的用量没有很大的话 但我一直都是比较 我那时候后来就一直不删信嘛 所有信我都不删 所以后来就是量就越来越大 我猜后来应该都是 很多被新闻稿灌爆的 因为新闻稿 厂商新闻稿的时候 寄都寄了一堆 夹一堆挡在里面 照片 对 然后后来就有一天发现说 那个就是已经不够了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 开始订阅 当然就是 从最小 那时候可能是100G吧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付费最便宜的方案开始 买起 有这么大 一开始就是100吗 可能有 我记得 因为那时候已经 它免费都已经七八G了 所以它付费应该 100G应该是正常的 然后后来100G又不够了 所以就是 后来就直接买到上下一个 好像就是两梯了吧 对 那时候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查 好像Totuist的反正是最久的 就是但同一年啦 就是Google跟Totuist的 是同一年就对 都2015年开始买的 所以等于是你的Gmail用了10年 超过10年 才到了要买容量的地步 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 我就在Facebook上说 我终于要买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说 什么早就买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 看来其他人收的信比较 对 答案更多 我刚刚有点惊讶 因为我去看了一下 当初在聊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去看一下我的信箱 大家现在要找这个账单 应该都是去信箱里面找 最快 然后我翻了一下 大家发现我最早订阅的 可能是 如果是要讲生产力工具 可能是2015年 Drawbox 那那时候 大学时期开始用 我大概就是零 我忘记了 Drawbox本身应该是 06年就有了 然后我大概08年开始用吧 Drawbox有这么早 哦它蛮早的 哦 那我不知道说 它是不是全球的服务 是不是也是2006年 还是那时候只有美国 那时候Jule Houston 他们还在YCombinator嘛 嗯 呃我大概是2015年才开始用 那因为在那之前就是 还没有付费的需求嘛 就是原本的容量 然后加上过去有很多 校园方案啦 嗯 还有推荐 大概也是有几十G的这个空间 那后来才觉得说 嗯 不太够了 就把直接升级到 我忘记是 本来是1TB 后来变2TB吧 好像是这样子 因为我那时候就分析 我自己的猜测是这样 是他们大概不太可能会降价 嗯 可是有机会把容量直接放大给你 这样子 就是按照一般进行SARS公司的思路来看的话 可能是这样比较合理 其实我一直觉得 我那时候 因为我是20 应该是11 1011年开始用Dropbox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开始用那种推荐 或者他有一些完成一些什么任务 他就会增加 但你那个几十G真的太强了 我后来最多只能弄到15G 然后就上不去了 我觉得有到20 因为是 那当年好像有一个什么校园的 呃比赛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在后来就变成两T嘛 然后录音啊 公影片啊 文件全部都放上面 我有用他来呃备份我的照片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用量是用的满足的 我因为我后来升不上去之后 我其实一度有考虑过要不要买 但因为我 我觉得呃Google 就整个Google Drive 因为后来 哦跟各位解释一下 后来Google整个 你买的那个 现在叫Google One嘛 对 那Google One其实就已经把它 空间所有都整合在一起 就是Gmail Google Drive 然后跟Google云端照片 Google相簿 它都全部整合在一起了 所以 诶 等于说你买还是通用的啦 那这两个东西 有点太接近了 但是呢 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现在还是在用 Dropbox 就还是免费方案 就它的 在电脑 桌机端的App的同步效果 功能比Google Drive好太多 Google Drive 一度它 就是它也想要推 类似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去下载 Google Drive 它的同步效果 我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变好一点点啦 那 之前我一直想要试着 取代掉 就是Dropbox 因为毕竟那边 我没有付费 它就是十几句嘛 我现在很多东西 还是放在Google Drive里面 但是 我自己那时候 用它的App的时候 它就是 它同步就是很不够直觉 就是它会一直 有一些怪怪的状况出现 所以后来我实在受不了 我还是把它取消掉 我就把那个App 开始给卸载掉 但是Google Drive还是在用 但就等于说 它跟Dropbox 对我来说 它不能够互相取代就对了 嗯 我觉得Dropbox 有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它长期提供那种 稳定 安心 可靠的这种 给使用者的这种信任感 是很够的 不太常出问题 对 然后就像 马里奥刚刚有说 它在系统里面 以我们再用的Mac来说好了 它跟Finder的整合是蛮好的 那不过我自己啊 因为后来换成M1的MacBook 那我就去用了第三方的同步软体 我就没有再用他们家的那个App 因为他们好像很晚 才推出原生的 就是针对M1晶片的Dropbox App 那在那之前用的软体就是会比较 比较肥大一点 然后加上Dropbox 应该一直很想帮大家新增各式各样的新功能在里面 嗯 所以档案就越来越大 OK 整个程式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后来就去用了一个很轻量的第三方的App 叫Maestro 嗯 那它吃的就是Dropbox的API 然后就是呃 如果你是普通就是免费的使用者也可以用这样的 也可以用这个App去跑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我只要去采访完 不是都会有录音档吗 我就会马上把它放到Dropbox的那个档案夹里面 让它去同步 嗯 那同步完之后我就会比较安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档案如果不见 数位化年代 档案不见是很可怕的事情 没错 好那我们聊完两个人最早付费订阅的生产力工具 哎 我觉得蛮巧的竟然都是在2015年 对啊 2015年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 不过这表示我们用了蛮久 蛮长一段时间才转换成付费使用者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啊 我知道我大概知道可以猜出来为什么 就是你如果回去看那个 软体付费这件事情啊 就改成订阅付费这件事情 其实我才可能在那个之前 这整个东西没有那么丰富 就是然后使用者也没有那么觉得说 我一定要付费去用 因为你看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容量不够了嘛 嗯 我才去用啊 你所有东西档案越来越大的时候 容量不够这件事情只是迟早而已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而且如果再回头去看 相关的东西 2007年第一代iPhone才发表 所以我觉得在2010年之前会用 到付费订阅应该是比较比较少一点 嗯 我觉得Drawbox应该是蛮有代表性的一个SaaS的案例 就是他开启了这种所谓云端硬碟的其中一种类型的软体 然后再来是他做了这种所谓自助式的付费订阅的机制 还有那个刚刚马利欧有讲推广 就是你推荐一个人加入 他就多给你一些容量这件事情 跟Gmail那个自动增加不太一样 他就直接比较阿沙里直接给你 我记得是有什么250MB还是500MB 对一次这样子给 对那使用者那时候在做这种病毒式的扩散 或者是我们讲口碑式的行销就做得蛮成功的 所以各方面来说Drawbox算是早期的SaaS 消费性产品里面一个比较成功打开市场的案例 我的印象是Drawbox是做MVP算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最小可信产品 印象中他好像是用一个影片档 然后去告诉大家他们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叫大家来就是输入email 然后我们就会告诉你这什么东西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第一个付费的跟马利欧分享之类的 都可以啊 但通常他们不会理我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 这个我们刚刚听完最早的付费订阅的生产力工具 接下来请马利欧要跟大家推荐三个 他觉得最棒的生产力工具 订阅制三个最棒的订阅制生产力工具 其实我觉得你看到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在用的 这几个就会算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啦 那刚刚一直有讲Todoist 那Todoist其实就是一个 简单的讲它应该算一个代办事项工具 那早期我在找这种类型的软体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不太有这种付费订阅的概念 我记得因为我我是用GDT这一套管理方法嘛 Get Things Done 那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单独介绍过GDT这个东西 那我是应该是在07 08年的时候开始 开始想要使用这套管理方法啦 那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软体是可以横化平台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嘛 2007年iPhone才刚发表而已 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都是在单机 就是电脑上 然后可能就是一次付费 然后就可以一直用这样子买断式的 那到了Todoist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我不太确定 但Todoist我后来就找到Todoist 我那时候最早之前还用过蛮多 我测试过非常多的 那个这种Todo的工具 然后最后换到Todoist之后 就一路用到现在了 所以我觉得Todoist算是我蛮推荐大家的一个工具 那我之前在关键评园网也有写过一些文章去介绍它 我觉得它最最好的几个地方啦 第一个就是它横跨 以现在来讲可能是一个基本条件的 就是横跨多载具这件事情 那包含了不管你是iOS或是Android 然后你是用PC或Mac 那通常都可以支援 那这个是当初算比较 他比较早开始做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 他有一些外挂功能 就浏览器的外挂功能会让你比较方便 你要新增的代办事项加进来 比如说你看这个网页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网页 比如说是一些文章 我之前最常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个文章存成一个代办事项 就我知道要看 或者是我会把一个 我现在觉得我很想买 但是我不想要现在立刻去买的东西 存成代办事项 我也会这样 对 就是避免自己太冲动型购物 就把它存起来 然后在可能他要优惠结束之前 然后再去看一次这样子 那这个是他其中一个外挂功能 那另外一个外挂功能就是 他可以跟Gmail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一个email 存成一个代办事项 那这样子对我来说就很方便 因为虽然说我每天email 都会去回复处理 但有些email他可能是你要去跟进的 或者是你可能要过两天再回复的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不会忘记 因为你可以把它存成代办事项 所以我觉得这是Todoist 对我来说很好用的几个地方 那当然他跟他手机上的app 我觉得也蛮简单的好用 而且他持续在 我觉得他持续更新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就是他们的整个服务算非常好 然后我的感觉是 他们的营运应该算是健康 那所以他们就持续做 那这中间有一个题外话 就是Tiden你应该知道 那个Slack 大概是201314年出来的 然后后来Todoist 出于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他们也想要做 类似的东西 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叫什么名字 好像就叫Doist吧 你说他们也想要做 像Slack那样的app 对他们做出来 他们有做 他们有做 做出来 我忘记了 对就是 应该叫Doist 就是把Todoist的TO改 拿掉这样子 然后他们好像还蛮认真在推的 但我不太确定 现在这个玩意儿 是不是还活着就对 这是题外话 总之 但因为我们 从头到尾 我们也都没有改过 那个其实 像这种通讯软体的 这个门槛 其实很高 因为你一旦进去之后 你要转换 其实难度非常高 你要拉人转换 这件事情难度非常高 对 所以后来就 我们后来也没有再 在管这件事情了 但反正总之 Todoist是我用 算是我非常喜欢 而且也非常推荐的 一个工具 这样子 我之前 听众朋友 现在用听的 可能没有办法 看到那个画面 我之前有在 马力奥的办公室 看过他使用 Todoist 加上Gmail 就是应该是 你用Todoist的外挂 然后在Gmail的界面上面 去分类 整理你的信件 那看起来整个过程 就是非常的高效率 好那我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订阅制的 我觉得算是生产力工具的软体 有一个叫InnoReader I-N-O-R-E-A-D-E-R 的RSS阅读器的管理的软体 它也是一个SaaS 就是你打开网页就可以使用 那也可以下载它的APP 那先解释一下 RSS阅读器是什么好了 要不要 需不需要 RSS阅读器吗 对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是 对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 RSS阅读器好了 它是一个 算是一种协定嘛 就是 只要是有支援这个功能的网站 可能是部落格 可能是新闻网站 那你有看到一个橘色的图案 那可以 它叫RSS订阅的 那你点下去之后 只要这个网站 或这个部落格 有更新新的内容 它就会推播到 你的这个RSS 看你使用 它就会推播到 你使用的这个RSS阅读器 或者是管理的软体上面 那基本上呢 现在大家在收听的Podcast 也是根据RSS的原理 来制作推播 就是来发送 最新一集的节目 到大家的电脑 或者是手机里的 其实大家现在听的Podcast 它本质上就是 最早期RSS 这个 这个 协定出来之后 然后当初的其中一个 开发这协定的人 他把声音也支援进去 就是你除了 看文字之外 你也可以去 听声音这样子 对 讲听声音很奇怪 反正总之就是 他把那个 档案连接 他把MT3包进去里面 对 包进去你阅读的 送出去的讯号里面 讯息里面 所以只要你的阅读器 有支援 这个东西 那其实等于说 你透过那阅读器 你就可以听到声音 就对了 那它后来就形成了 最早期的Podcast 这样子 对 那我刚刚的解释 当然是比较 没有什么技术 在里面的这种 白话文的解释法 那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的 意义是在于说 它其实早年 有红过一次 然后一直到2011年 被Google关掉 因为后来 这个东西 发展起来之后 刚刚把Mario 讲到Podcast 2004年 2005年那时候 所以RSS 是在那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 然后一直到 大概2010年 11年那时候 市场上最主流 最大的 大家最多人 在用的产品 就是Google的 Google阅读器 应该就叫Google Reader 对对对 就叫Google Reader 那后来11年的时候 他们把它关掉 那这件事情 蛮有名的 它对整个 大家在分析 这个网路的创业 或者是 做App的机会 都是一个案例吧 因为 读大的那个倒了 不做了 所以现在又 冒出很多人 想要来做这个东西 做这个服务 那 RSS另外一个 它的 我觉得精神 或者是态度上面 就相对于 现在 我们讲说 这种演算法当道的 不管是短影音 或者是社群媒体 它是用 整个社群上面 用户的 使用者的行为 跟演算法 去推荐使用者 要读什么东西 推荐给他们 这样子 但是订阅RSS的内容 跟你订阅Podcast 一样 是你主动出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主动出击的精神 蛮重要的 那对于一些 我相信对于一些 资讯工作者来说 他们都必须要掌握自己 业界的动态 那有一些方法 方法之一应该就是去订阅这些 不管是新闻网站 或者是你有锁定的一些 业界人士的部落格 它的RSS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订阅电子报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两个 蛮主流 或者说蛮重要 现在以今天来说 蛮重要的 你主动出击去获取对你而言 有价值的资讯的管道 这样子 那InnoReader这个服务 它是采用freemium模式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免费使用 那免费的话也会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你订阅的数量 但我记得还蛮多的 可能好像是190 还是多少个 所以如果你订阅数没有很多 然后没有很多 进阶功能的需求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免费的用用看 这样子 那它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用资料夹跟tag 来分类组织你的RSS feed 那因为我相信啊 有在做这个订阅的人 就会知道说 你只会越订阅越多 然后你可能必须 到了某个时间点 你必须要强迫自己去整理 不然你就会忘记 当初为什么 你要订阅这个feed 这样子 然后可能还会再像我一样 又要再分类说 这个是一定要读的 或者说这个跟工作有关 这样子 那这个InnoReader 还有几个 我觉得特别可以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的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 它有关键字 你可以在你订阅的RSS feed里面 去监控其中几个关键字 那这对于一些 在关注特定情报的人 或者是你在关心一些消息的人 可能对你来说是比较有帮助 而且它还有自动化功能 就是你设定好的关键字 如果它有出现相关的新文章 它就可以透过自动化的方式 不管是发email给你 或者是推播通知给你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哦我的我在关心的 这个网站或部落格 有提到我关心的关键字 那你就可以去看 这是比较 对我来说比较实用的功能之一 那另外一个进阶功能 我比较没有用到就是 其实对于 有一些团队在运作上 他们有设计说 这个RSS reader 是可以给团队使用的 就是说我们整个team 大家都读一样的订阅 一样的专业内容 或者是经过策展后 策展后的内容 那对于团队在运作 有时候啦 我猜它背后的理论就是说 团队在运作的时候 比较可以透过建立类似的文化 建立相同的文化这样子 它那个我猜啦 其实那个有点像 简报的概念 就是说有点像是说 比如说公安公司是什么的 或是有一些单位 他们可能就是每天都要定期看 就是你要把资讯 等于说让这个团队里面的人 通通都知道 所以你其实手工作也可以嘛 反正就有一个人就负责 把那些网址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每天早上寄给 寄给所有人 对 那你透过这个工具 当然就会相对来讲 比较自动化一点这样子 对 那其他功能像 那种画线啊 写笔记的功能 或者是支援其他第三方的 稍后再读软体 什么Insta Paper啊 这种他也都有支援 或者是 现在是Firefox底下的 那个Pocket 他们都有支援 所以其实 他虽然是阅读 就是RSS阅读器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 写笔记这样子 那这个笔记呢 我等一下会再介绍另外一个软体 可以活用这些笔记 好 那现在换 马力欧来跟大家讲 他的推荐的第二个好了 第二个就是 应该是SetApp啊 上次 就是前几次去 新链恐怖的时候 也有提到 提到这一个服务 那 SetApp它的概念就是说 它把很多软体集合在一起 然后用一个订阅制的费用 然后你订了之后 你就可以用里面所有软体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把它当作 类似Netflix概念 就是软体服务的Netflix 说你付一笔钱 然后就吃到饱这样子 那里面现在的软体跟App很多 因为它就会 慢慢慢慢慢慢一直加上去 那对于你有持续在使用这些App的人来讲 其实真的是蛮方便的 然后我 我忘记我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 可能应该有个四五年了 所以我自己用是用蛮长一段时间的 我猜有可能是那时候 我要用CleanMyMac X这个东西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说 有这样子同胞的方案 所以后来我看了一下我就用了 那但是里面App非常多 我也没有每一个都下载 或是都用 那主要比较常用 就是刚刚讲那个CleanMyMac X 然后还有Ulysses这个写作的软体 然后还有有一个 有一个算也是蛮有名的软体叫Past 就是CopyPast的那个Past 它的功能就是 把你每一次Copy的东西给存起来 所以你要 因为大家可能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用复制的时候 之前就会消失嘛 你复制这一个之前 你复制的东西就会消失 那Past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记下来 所以你就不用一直反复 一直去复制 重样东西要去贴上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功能 但是其实蛮实用的 我觉得有当过编辑的人 应该都知道 多重剪贴簿的方便之处吧 对就像刚刚马里有讲的说 你手工要做这种简报的时候 你就是要一直复制 要分批复制很多东西 对就是来回复制 这是一个很瞎的事情 对很瞎的事情 但是有些情境之下 又一直需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 Timing Timing是一个 记录你 就有点像是记录你电脑上面 各个App使用情况的软体 所以你用了之后 你可以去分析你 做了哪些事情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蛮 看你个人啊 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用的 但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自己会 尤其是我三年多前开始 重新接种编辑的时候 我的时间变得非常的紧 然后我那时候有在想说 我到底时间花到哪里去 所以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去 去做记录 然后我那时候去分析的时候 大概才会知道说 我每天可能这个时间花那个时间 那当然最长最多时间还是开会啊 这个不用不用Timing就知道 对我观看形势力就知道 但是除此之外 我还有做哪些事情 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 算是蛮蛮有帮助的 然后他还可以去 他后来还支援 就是iPhone 我不知道Android有没有 但后来他把iPhone的那个 App使用也包在里面 等于说你手机跟电脑 他可以同步混合在一起 去监控那样子 那你就可以全部一起分析说 你把时间 你用电脑跟用手机的时间 大家都发在哪些地方 然后你可以去设定说 这是不是有生产力 你可以设定说 这个App是有生产力的App 所以你在用这个App 或这个网址的时候 你是在做工作 很有生产力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是 比如说在看Netflix的话 就是没有生产力 对 我补充一下 Timing这个软体 我以前有用过 那他其实蛮适合这种 我们讲接案的工作者 去使用的 因为他有提供一个功能 是可以让你 针对专案去设定 所以你某一个专案 会用到某些App 你可以在 经过这个设定之后 你就会比较一目了然说 你花在某个专案的时间 到底是多少 那因为通常接案工作者 他不会一次只有接一个案子 所以在计算这个公式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另外其他好处 就像玛丽欧刚刚讲的 通常你可以一目了然 像我那时候在主持 新建广播的时候 通常整个礼拜花最多时间 就是在弄新建广播 然后我讲最后一个 这个你们之前有讲过 我是其实是听你们的 新建广播 某一集我忘记了 反正就讲到截图工具这件事情 然后我去查的时候才发现 其中一个叫CleanShot X 它其实有包含在SetApp里面 所以后来我就去下载 然后我真的觉得 超好用的 CleanShot真的是截图工具里面 非常好用的一个软体 没错 我这边刚好 因为我也有用过CleanShot 我就随便讲一下 它真的是一个设计 非常用心的Mac App 那它因为它需要付费 那大家可以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它几乎可以说是你需要 或是说你觉得 一个截图软体 应该要符合的工具的功能 它可能都具备了 什么光学辨识啊 我们讲OCR 或者是你在截图 或者就是你在截图的时候 你需要你有一个漂亮的桌面在后面 或者是你截图的时候 你希望你的桌面是干净的 反正它都可以帮你做到这样 那它唯一可能美中不足的 大概就是它没办法量那个距离吧 就是物件跟物件按钮 跟按钮之间的距离 这好像有一个开源的软体 叫Shotter S-H-O-T-T-R 可以做到 大家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 那我觉得CleanShot 是真的设计的非常好 而且它还有提供 好像有提供云端的功能 就是截图完之后就可以上 上传到云端去存起来 分享给别人这样 我讲第二个 结果其实我讲了很多个 好 谢谢 我觉得SetApp不错啊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我当初听到这个概念 其实是蛮喜欢的 但是呢 因为我发现 我看了一轮SetApp里面包含的App 其实它包含的App很多 有超过200个 所以其实每个月10美金 是10美金吗 还是10美金 一台Mac10美金 然后如果你要加iOS的话 再另外加钱 对 所以这个价格 其实是我认为是蛮实惠的 你就想 你只要用的软体 有超过比如说三个 或是甚至到五个 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就 可以考虑去订阅了 那它每一种类型的软体 大概都会有好几个可以选择 所以你可以挑一些 是你自己觉得比较顺手的 比较合用的工具 那我自己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用的工具里 很多都在里面 但是我自己都先买好了 它单机版的授权 所以我后来数了一下之后发现 其实我好像不用再订阅了 因为我要用的工具 我自己都已经买好了 这样子 好那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 我在InnoReader这个RSS阅读器 阅读文章的时候 有时候会画线啊写笔记 那这些内容呢 这些笔记呢 其实我都会让它自动 注意哦是自动哦 自动汇整到一个软体叫 Rewise R-E-A-D-W-I-S-E 都是跟阅读有关哦 Rewise 那这个软体 其实我们之前在新鲜广播 有跟大家介绍过 包含InnoReader其实也是哦 就是如果你很常阅读 网络文章或者是电子书 不管是Cobo啦 或者是Kindle 而且你还会画线 又会写笔记 而且你还会再 再一次的去用你的笔记软体 不管是Obsidian Heptabase 这一类的笔记软体 去整理你画线的重点 不管你是用卡片和笔记啊 这种方式都好 那Rewise都有帮你做 很好的这种自动整合的功能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一个帮你收集 你在网络上 阅读网络文章 跟电子书 画线重点的一个集散地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你 import这些画线的重点 然后export出去 或者是sync到你的笔记软体 所以其实假设你有在用notion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Obsidian Heptabase这种的话 那其实你的笔记 你画过的重点 都会直接同步到你的笔记里面去 所以当你需要调用它们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能在想 你看过哪一本书的某一个段落 其实你都是可以把它叫出来 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 像Kindle这样的软体 它里面都会有一个link 也就是说你点了那个 在rewise里面点了这个Kindle的原文 它就会把Kindle打开 然后翻到那一页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你当初画线的重点的上下文是什么 所以也可以很快的找到 那我觉得这就是阅读电子化的 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啦 就你画过的重点都可以 很好地把它记下来 然后我前阵子发现 国内的电子书厂商 remove 它们好像有在单本书的这个层级上面有支援 就是把画线跟笔记输出到rewise上面 那它是一个付费的软体啊 所以就是它有两种价格 一个是light 一个是完整的 所以如果你是要把笔记输出的 你就要选完整版的订阅 那它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功能 当初也是我对它印象最深刻的功能之一 它其实是会定期的把你画线的内容 或者是你写的笔记 就是随机选五个 数量你可以自己决定 然后每天定期通知你 复习一下 你之前画过的 你看过的东西 你画过的重点 你写过的笔记这样子 那这种就是复习的概念嘛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时间或者是频率 甚至你还有那种 我们讲flash card可以复习 就是你可以按照这个 如果答错的话 那可能过一阵子它又在 你可以选择说 过一阵子再考我一次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把那些 以前我们可能画完线 看过就忘记的东西 有点像是半强迫的 再让你复习一遍 那这让你读过的东西 应该是更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这样子 那它的特色应该就是它的 我刚刚讲这个串接的功能 所以它把很善用这种 现代软体的API功能 把东西都接得很好 那它还有另外推出一个 叫rewise reader 也是阅读器 那这个功能就跟这个 RSS reader不见得有 那么完全一样 它比较像是 稍后再读那一种 就是你现在在读一篇网路文章 你可以把它丢到rewise 然后它就会帮你 rewise reader 那它就会帮你把那些 广告啊什么都去掉 然后变成一个比较好的排版 给你看这样子 然后里面有配一些AI的功能 比如说 它可以 你可以叫它帮你总结 这个阅读的内容 或者是文字转语音 用朗读的方式念给你听 这样也可以 或者是你把你订阅的newsletter 直接就转寄到 rewise reader里面去阅读 那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那你在rewise reader里面 划线的重点 当然自动就会 整理到rewise里面去 那我觉得这个服务也是蛮 特别的 大家可以去用用看 它的好处就是 rewise reader有一个 我觉得蛮好的功能 就是你在储存这些文章的时候 它你可以马上写一个笔记 告诉自己说 你为什么要存这篇文章 就像玛利欧刚刚说 他会把文章存到 to do is 里面 那他就会说 我要带 我要读这篇文章 那通常这个 我觉得脉络也是蛮 还是蛮重要的 有时候东西累积的比较多的时候 会忘记当初 为什么要存这篇文章 那有时候那个原因 其实蛮重要的 好 那的话马利欧 跟大家分享 他第三个推荐的app 这个时间有限 最后一个讲快一点 那我觉得最后一个 应该就是密码管理服务啦 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 less pass 不讲最有名的就两个 应该说我用过的 有两个 一个是less pass 一个是one pass war 那目前在用的是less pass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密码管理服务 应该是 呃 非常实用啦 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知道说 呃 最 就在密码管理里面 几个比较不好的习惯 第一个当然就是取一个 很烂的密码 这是最不好的 就是什么123456啊 什么pass war啊 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最烂的 呃 的取法这样 密码管理方面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 就都一样 就你有一个很强的密码 没有错 可是你在每一个服务 都用一样的密码 那对于呃 要破坏的人来讲 他其实只要攻破一个 他就可以攻破全部的 所以应该也是有一阵子的 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就用了呃 就是决定开始用一套 密码管理工具 那一开始先用的是 one pass war 然后好几年前 我就转到了less pass 我有点忘记 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转了 有可能是less pass 突然推一个什么优惠方案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转 然后一路用到现在 那当然我知道 就是没有提醒大家了 就是less pass最近 呃就是一直有一些资安的状况 就是这几年吧 就是三不五十 他就爆出一个 听闻说 可能他的资料库有问题啊 什么的 所以呃 并没有非常 并没有觉得 大家一定要用less pass 对 但我觉得 他是 界面上来讲 也是蛮好用的 那one pass war 也我觉得也挺好的 所以就是 都可以 那找一个你喜欢 或找一个你觉得 开心的用的 这样子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 我是觉得是一定要用啊 因为 现在来讲 我相信大家使用 就是各种各样的服务 其实非常非常多 我 记得 我应该有几百个吧 两三百个 应该跑不掉了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呃 一定要用 那他也可以存其他的 就是你不见得要 不见得只是存密码 你可能可以存 比如说你各种各样的账号 比如说银行账号啊 或者是 什么信用卡账号啊 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 那现在 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从 哎我其实有点忘记 从哪一个版本开始 我不知道android是 应该android也有 就是iOS 我忘记从哪一个版本开始 就是他的密码 呃输入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呼叫 这些他支援的密码管理工具 那包含的one password 跟lesspass 都有 都有被支援 所以 你要输入密码的时候 你就点一下 然后就可以 直接点那个 这两个服务里面 的密码 然后就 他就直接带回去 你要输入的那一个app 或者是那一个 网站当中 所以其实也 变得非常方便 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他是某一次 那个iOS更新的时候 才开始支援的 这个密码管理 呃 密码管理的功能是 我觉得是很热门的 做的题目 因为现在Drawbox 好像也要做 然后Protonmail也要做 然后刚刚 马里奥讲的 这两个要付费 那有一个免费的 很受欢迎 叫Bitwarden B-I-T-W-A-R-D-E-N 他也蛮受欢迎的 那因为 因为他免费啦 所以蛮受欢迎的 那这些密码管理工具 蛮重要是因为 现在大家用的服务越来越多 光是刚刚 我们在讲这个 SetApp 可能200多个app 你随便用几个 你就会多好几组 你需要记忆的账号密码 那大家也是要说 现在这个年代 资安跟隐私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建议就是 我建议读者 可以多思考这件事 而且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也反映在 我想苹果跟微软 还有Google这些公司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着力点也是 失利应该也是蛮大的吧 现在最近在推 那个免密码的passkey 就是用你的指纹 或者是那个 我不知道脸部有没有 生物辨识 脸部有没有 应该算有吧 因为你现在手机上面 就是iPhone 已经没有指纹这个东西了 对 iPad还有 哦 SE应该也还是有啦 SE 所以我认为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 系统内建的也可以 那有这个东西 好处就是刚刚马利欧 大概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密码 你不用再用同一组 然后风险就很大 好我这边跟大家分享第三个 我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哦 这个叫做 rewind.ai rewind就是那个 我们讲的倒转 哦 就是哎 倒带哦 倒带键的那个rewind 那 他的网址叫rewind.ai 那有AI这两个字啊 他其实很特别哦 他是一个会录下你的Mac的荧幕的所有你看到的东西的软体 好 那 有必要的话要录音也可以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只要装了这个软体 然后开始启动之后 呃 开启录画面跟录音 他就会把你坐在电脑前面这个人看到的东西跟讲的话都录下来 那录下来的东西录下来的声音他会用呃 语音转文字的方式帮你弄成组织稿然后支援多国语言那甚至有必要的话你也可以叫他帮你用AI帮你 summarize你的比如说会议记录这样子的内容那他强 蛮强调说这些录下来的东西都是存在你的本极端他甚至会告诉你在他们的网页告诉你说如果你有看到你的你有在用这种网路监控的软体去看所谓的风包传送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他也会告诉你说他们有几个网址是他们必须要经过的那原因跟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授权会员系统的管理还有软体更新等等的 但是他们就是很强调说这个资料都是存在你的Mac本极端里面而且有加密所以大家是看其他人是看不到你的东西的那你也可以设定说你是几个月要保留最多要保留几个月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录好像会占掉蛮多你硬碟的空间这可能是大家会马上想到的一个问题除了印识之外那这个问题他们就用了用压缩资料的方式去解决那每个月大概 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月的他们的一个用量大概是14GB就是每个月如果你都有录音又有录音的话大概14GB那我自己呢录了三个月下来大概只有24GB左右所以你可以自己视情况调整我想每个人的电脑的空间以现在来说录个一个月应该是可以的那他其实用法很简单他就是用你就打开来放着就可以了那等你有需要 那等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进入他的界面去搜寻打字比如说你想到某个关键字你你就是忘记自己在哪里看到了那他就是会帮你把那个关键字找出来透过OCR的功能加上现在因为M1晶片他的neural network我们讲神经网路的引擎做得很好 所以他的这个光学辨识啊还有做影影像的辨识都做得很好那他也可以针对你用过的哪个app去搜寻那他他也可以设定说哎哪个app启动的时候你的画面就不要录音好像刚刚马利欧有讲到的这个密码管理工具那我想这个就通常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就不想要他录我在用密码管理工具嘛 所以你就可以设定这样子那这个功能我觉得乍听之下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宣称就是说让这种外部的这个工具来帮你记忆东西你就有超人的记忆你看过东西都不会忘记这样子那我自己的确是有用过遇到这种要用的机会 比如说很简单我们有时候在用软体的时候你操作太快画面跳过去你就没有看到了那其实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刚刚reway打开来看一下他刚刚告诉你的那个警告视窗到底在写什么这是一个对啊或者是软体有bug它是怎么出现的你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我自己的话是有有遇过这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呃我在哪里有看过什么东西可是我想不到但是我打开reway去搜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原来其实可能是我两个月在某个地方看到的 那他就会把画面告诉你那只要有网址你就可以回到当初的网页或者是你可以把那个画面留下来截图截下来这样子这个软体是可以免费使用的那也有付费订阅那我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玩玩看的他之后也会推出Windows版那他在iOS上面有免费的app可以下载他会录制你iOS的Safari的画面就是你用Safari浏览的内容他会帮你录下来那操作方式也是一样 就是用搜寻的这样子ok听起来蛮有趣的就是对但那你然后说我在打稿打稿子的时候你就会回去看他他上面有一个像时间轴就像播影片的那个时间轴对他不会自动播放你可以拉着那个时间轴去跑那你就会看到你自己打的字就是出出现然后又被你删掉然后又出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过程蛮有趣虽然不见得有什么实质的效果对实质的效益但蛮有趣的ok好最后面 彩蛋时间我们来请马利欧再跟大家讲最后一个挤不进去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今天的主题的软体有没有他要推荐的第一个就是说我其实还是有订过很多然后现在没有订的那这就不特别讲了啦但是有一些是我可能反正就是犹犹豫豫有时候订有时候不订那我之前有用一个听podcast的app我们之前可能有讨论过就是说我们会用什么app 在听podcast那通常都有些特殊原因导致我们不用那个apple内建的或者是用spotify但我其实后来现在也开始觉得或许用spotify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我还是没有啦我还是把它切割开来那我用比较久的就是pocketcast这个app那pocketcast它后来就是有增加一个付费功能那付费功能嗯其实我有点忘记它的付费功能有多什么特别的东西 它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之前你如果用免费版本的话你可以免费用iOS或enjoy的播放其实都没有问题但在web上你要另外付费就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是这个这个需求到底怎么跑出来的但是那个pocketcast它有一个特别的订阅然后它可以让你在web上也可以播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每个方都可以同步 你看这是不是很弱就是我只为了这个我其实只为了web player然后就就订阅下去了我记得我以前也是很早就开始用pocketcast就是付费那时候是付费购买的appiOS上面它本来是付费的哦对啊我记得我还有付钱哎哦对那它后来现在是被那个automatic买了嘛就是wordpress的公司对我竟然为了这种东西去付费就只是多了一个web player而已对啊它好像20GB的cloud storage 谁会在那边多要用这个teambox谁在意这种东西啊好啦反正总之哎那我后来没有用呃就是我有一阵子就没有在付费就到期之后然后后来是前一阵子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折扣吧然后就打对折然后我就就再听了一年那样子哦我觉得哇我有点有有点犹豫不知道要讲哪一个app但是其实到这个阶段我有我有蛮多app想要放进来的但是因为只能放一个啊 那我就放一个我最近在使用的我很喜欢的独立开发者的app好了做呃独立开发者开发的app叫bike outlinerbike outliner就是我们讲大纲软体outliner那为什么会用到大纲软体啊我相信很多在写作的有写作需求或者是你要写长篇可能甚至书的人会用到这个大纲软体那甚至小一点的你在做简报或是你在想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用到那像我今天在准备这个podcast 我的讲稿的时候我的讲稿也是用这个bike outliner来写的那我会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用用看哦它在应该在mac app store或者是setapp也会有所以如果你有订阅setapp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把它下载来用那它它其实就是一个打字的就有点像是编辑器我们讲rich text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副文本哦还是什么RTF啦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RTF档 就是大家在用的这个文字编辑器会用的那个那个那个档那个格式这样子我觉得我觉得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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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了RTF其实满满冷的好回回到这个大纲软体那我们讲大纲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展开然后到下一个下一个阶层去写你这个大纲底下的细节的内容那bike在这个方面的设计非常的好就是你可以分阶层的展开也可以一次一次的全部展开 或者是缩放那它还有分这种编辑的模式跟大纲的模式大纲模式就是让你可以去很迅速的用快速键的方式去挪移每一个点你要往上移往下移往里面我们讲indent outent这种缩排的方式去改变它大纲的结构我觉得都很方便那它还有很多很我觉得很贴心的这种UI设计的功能在里面比如说像我记得以前在用word这种编辑器 最讨厌的地方就是那种你在写的时候不是会给它格式吗超连结什么的那你这时候要去改那个超连结里面的字的时候你就游标去点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那超连结直接点开很讨厌对不对或者是你会不知道说那我现在在我的游标在这个格式的后面开始打字的时候它会出现的是预设的格式还是我刚刚设计完的格式那这个设计呢bike在这个bike这个软体 在这个游标的设计上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这边卖一个罐子然后大家可以去研究看看那我觉得它设计得很好另外一个是它的动画就是它软体的动画做得很好所以你在移动游标在打字的时候那是很滑顺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用pockets讲有点怪但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支援opml档这个格式所以你写的大纲可以直接套用到你的新制图软体 就可以直接打开大纲展开就变成新制图这样子所以有这个需求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去试试看这个产品非常的特别那它的授权方式因为它今天不符合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算是订阅模式它是付费授权那只是说它的授权有限制就是一年期到了之后未来的你就不再享有这种免费更新的权利你如果要继续更新取得新的功能你就要再付可能半价的费用 去取得新一年的授权可是如果就算这时候你不再付费了以前的功能你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公道的设计方式对推荐给大家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了蛮多的软体不管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最后讲的bikebike就是脚踏车啦BIKE这样子那都大家如果刚刚没有听清楚或是我们发音不标准的话呢都不用担心 可以到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去查或是到我们的那个社群网站上面我们都会去介绍那最后呢这些软体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折扣Google不用去期待这件事情它基本上不会有折扣的但其他的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折扣那尤其是国外的国外来讲的话他们比较大的一个购物节其实不是这个双十一双十一是那个从中国那边来的所以他们双十一没有这些折扣 但是通常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购物季叫做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感恩节后一天这样子所以叫就是黑五的特价那有可能因为感恩节是十一月底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优惠所以大家如果听到节目的时候觉得对于我们刚刚讲这些软体服务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比如说订阅他们电子报或是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优惠过一阵子可能就会出现然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忘了讲一句就是我现在要把主持棒再还给马利欧让他去做这个节目的ending谢谢好那另外另外也要更正一下刚我刚刚讲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刚刚不是跟你讲那个ToDoEast他们有做他们自己的类似Stack的东西那个DoEast是那间公司的名字啦然后但他们开发那个服务叫Twist就是TWIST我知道所以你讲Twist我就会知道了对是Twist这样子对他们很特别 强调的是非同步强调的是非同步沟通喔嗯他们还在他们还在对还在还在没有非同步沟通这Stack也是在做一样事情啊他们他们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没有IM强调的是同步沟通嘛哦OK对他们有一些不太一样地方啦但是大致上很类似就对好那这个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哦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自己在使用的一些生产力工序那多数都是订阅制的可能有一些另外买断制的一些服务今天没有进行 机会可以讲哦希望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另外呢在12月哦预告一下12月29号就马利奥陪你喝一杯2023年的最后一集我也会跟Titan一起讲度过真的是有点尴尬我会跟Titan一起主持哦那主题呢就是这两年我们两个人买了一些东西哦有些东西呢很荒唐这句话我觉得是制作人写的我自己觉得都没有那么荒唐啊但他可能觉得听起来很荒唐那为什么会买 买什么东西哦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期待那这是我们这一集的马利奥陪你喝一杯希望你听得开心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欢迎到我们的社群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不管是Facebook IG都可以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会喜欢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Titan谢谢马利哦拜拜拜拜 拜拜